在日本住院不需要家属陪护 一条龙服务 前两天我妈做了一个耳朵的小手术 虽然说是个小手术 她需要住院四天 我跟她一起去办的住院手续 住院手续是我姐去办的 住院这几天因为是平日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正常的工作 就是没有办法去 但是在日本基本上所有的医院 住院都是不需要陪护的 只要你人进来 然后把你的手续拿全了 当然了一些日用品 比如说你自己准备的话也可以 那你像睡衣或者是拖鞋 或者是洗漱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你先麻烦 那么医院也都有这些东西 可以去借也可以去买 非常非常的方便 在日本住院是不需要拖累家属的 其他人你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比较贴心吧 不然的话你想一个人住院 然后还有一个人去陪 那么你说这样20小时 其实也是挺消耗体液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日本的这些事情 全部由护士来做 好多一些就是行动不方便的这些老人 你比如说他们的洗澡 都是护士帮他们做的 有些老人他需要穿尿布湿 像这类的事情也全部由护士来做 护士的职业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 麻素手术的医院 所有的病房全部都是单家 它是没有多人间的 一日三餐也都是你可以选择的 你比如说我吃不习惯和食的话 那么我可以去点阳食 就是西餐 吃不习惯西餐的话 那你还可以点中餐 反正就是一日三餐吧 根据个人的口味呢 是可以调整的 各项服务还是做的比较贴心的吧 在这样的医院住院呢 其实作为家属还是比较安心的 你们对于在日本住院 不用陪护的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